大家好,歡迎來到iGooz 愛故事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故事能帶給你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囉 這達基到底想出了什麼方法來陷害鼻竿呢? 一天 達基站在露台上望著遠方 祖王看著他說 愛妃,你想什麼?想得這麼粗神啊? 達基跟祖王說 大王 我有一個結拜的姊姊 她去修道了 可能是因為前幾天看到神仙來這露台的關係 讓我想起了她 因為我這個姊姊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想請她來宮中一趟 祖王一聽非常非常漂亮 祖王是個好色之徒 於是她跟達基說 既然這樣趕快請過來啊 達基一看 嘿嘿 這祖王上鉤了 然後她就跟祖王說 大王,不行啊 人家是修道之人 我們怎麼會隨隨便便請她呢? 我手上有一支香 是她離走的時候送給我的 她說呢 只要我想她 我就可以點這個香 祖王說那趕快點啊 達基說 這樣子太沒禮貌了 讓我摘戒沐浴一天之後再點這個香吧 這摘戒沐浴就是一天不吃肉 然後把身體洗乾淨的意思 座王說 好好好,就等這一天吧 達基心裡想 這座王是個好色之徒 點看她就上鉤了 那她的計劃可以實行了 隔天 達基點起一箱來 不久之後 果然有一位新人 遠遠的飄來 座王躲在旁邊一看 哇 真的是好漂亮啊 達基見到她來了之後呢 開心的說 姐姐你真是有信用啊 我一點起這個香你就來了 這個盜人告訴這個達基說 找我什麼事嗎? 達基說 因為我這邊建了一個露臺 想讓姐姐來看看啊 啊 對了 我另外呢 幫你引見大王 這時候呢 就請座王出來 座王看到這個盜人呢 非常的美麗 問了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呢 叫做喜妹 座王呢 看了她呢 眼睛轉都不轉一下 這時候呢 達基借故呢 離開了一下 沒想到呢 座王就跟這個女生呢 勾搭上了 後來呢 她將喜妹納為妃子 就這樣 達基與喜妹呢 共同服侍這個座王 一天 早上的時候呢 大家正在用餐 突然之間呢 達基昏了過去 口吐鮮血 座王一看 發生什麼事啊 怎麼會這樣 這喜妹呢 走過來一看說 達基應該是救病復發了 座王說 救病復發 我怎麼不知道達基有什麼病啊 這喜妹跟座王說 是這樣的 達基之前在紀州城呢 也曾發生過一次這樣的事 還好 當時有個神醫 取了一個蹊跷玲瓏心 煎了一片給他吃 這達基就好過來了 現在看來 又是這個問題了 座王說 那你趕快告訴我 這個神醫在哪裡 我只能去紀州城找他過來救達基 這喜妹告訴座王 大王 來不及啊 紀州城太遠了 姐姐這個病呢 一天之內 要是沒辦法吃到 蹊跷玲瓏心 他就會死了 座王說那怎麼辦 這達基不就會死了嗎 喜妹說沒有關係 我學過倒數 我可以算一算 或許曹哥城中呢 也有人有這個蹊跷玲瓏心 到時候 借他一用 就可以救了姐姐了 座王說 好好好 你趕快算 你趕快算 結果算完之後呢 只見喜妹低頭不渝 座王說 怎麼了 沒有人嗎 座王說 有是有 但不好講 座王說 趕快講 這時間緊迫啊 座王說 我算出呢 曹哥城中只有一個人 有蹊跷玲瓏心 這個人 就是您的王屬 筆桿啊 座王一聽 王屬 哎呀那太好了 是自己人 於是呢 便派人呢 去請筆桿進攻 筆桿突然間說到要進攻這命令 你覺得好怪 於是問這個座王的死者 大王找我什麼事啊 這個死者呢 告訴筆桿 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 還有座王的 想要借他七窍玲瓏心一用的事 什麼是七窍玲瓏心啊 七窍玲瓏心呢 就是說人的心臟上有七個洞 一般的心臟是沒有洞的 筆桿一聽到這 大王要借我的心臟一用 那不是就是要我死嗎 天啊 這個大王怎麼那麼昏庸呢 喪心的筆桿把家人都找來了 告訴了大家這件事 他說 今天我進攻 恐怕就是死期了 所以必須交代一下後事 這個時候呢 筆桿的兒子告訴筆桿說 爸爸 你還記得嗎 江子亞離開的時候給了你一封信 說你危急的時候可以打開來一看 筆桿一想 啊對齁 我怎麼忘了這件事 他兒子接著說 今天應該就是這個時候了吧 筆桿說 嗯 打開來看看 於是將江子亞信呢 打開一看 筆桿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接著筆桿隨著這個死者去見咒王 早就有很多大臣聽到咒王要借這個筆桿心臟移用的事呢 全部呢聚集在這大殿外面 可是沒有咒王的傳喚 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一看到筆桿來了 大家都跟筆桿說千萬別進去啊 但是筆桿呢 還是奉召入宮啊 咒王一看到筆桿說 哎呀王叔太好了 你來了你來了 你看 我的愛妃昏倒了 需要借你的七竅零龍心移用 筆桿非常生氣地看著筆桿說 大王 什麼是七竅零龍心 筆桿說 就你的心臟啊 筆桿接著說 那大王 我挖了心臟 我還有辦法活嗎 筆桿看著筆桿說 你什麼意思啊 你不打算借嗎 筆桿看了一口氣說 我成湯江山 怎麼會出你這個昏庸無道的君主 你連你自己的叔叔都想殺 這王一聽到昏庸無道 連勃爛大怒的說 筆桿你好大膽子 竟敢罵我昏庸無道 來呀 把他給我抓起來 心臟給我挖出來 筆桿大喝一聲說 誰敢抓我 我可是雅相 於是轉過去 面對太妙 舉了三鞠躬 接著說 我忠心輔佐大王 算是對得起成湯設計了 但是 沒想到成湯竟出了這個昏庸的子弟 將來成湯要是王國了 與我無關 說完 便取出一把利劍 將自己心臟挖出來 丟給了作王 丟出心臟之後 筆桿轉身就走 其實說也奇怪 這筆桿用衣服包住身體 轉身就走之後 他竟然沒有一滴血 離開這大殿之後 黃飛虎見到筆桿 說雅相你沒事吧 筆桿一眼不發 離開了這個皇宮 騎著馬就離開了 黃飛虎覺得好怪 出了什麼事啊 於是派人去追著筆桿看 筆桿一路駕著馬趕回去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姜子牙所留的信 早就寫清楚了筆桿今天會遭遇到的事情 另外 姜子牙留給筆桿一個符咒 要他劃掉吞下去之後 進了曹哥 一旦將心臟挖出來之後 趕緊騎馬回家 這中間千萬不可以跟任何一個人說話 筆桿看了姜子牙神算 於是就照了他的這個信中所說的意思去做 所以心臟挖出之後 趕快騎上馬 一路呢要狂奔回家 沒想到呢 就到快到家的時候 突然間呢 遇到路邊一個女子在喊 空心菜啊 來買空心菜啊 筆桿原來不想理他 這女的呢 卻擋住了筆桿的馬 說大人來買空心菜啊 這筆桿從來沒聽過空心菜 一時好奇問說 空心菜 菜沒有心可以活嗎 沒想到呢 這女子呢 卻忍忍的一笑說 是啊 菜沒心是可以活 但人沒有心就活不了咯 筆桿一聽到 人沒心 這時候她才想到 哇 我已經沒有心臟了 筆桿大叫了一聲 筆桿 接著 從她胸口噴出了大量的鮮血 筆桿就這樣死掉了 黃飛虎派去的人呢 看到這奇異的現象呢 趕緊回來向黃飛虎報告 黃飛虎雖然不明就里 但是有一件事她可以確定 那就是筆桿已經死了 所以呢 她請人將筆桿入鏈 滿朝文武大臣呢 前來向筆桿祭拜 送她最後一城 就在這個時候呢 突然間有傳報說 文太師班師回朝 這文太師一開始呢 就出去打這個北海的叛變 一打就十五年 想不到剛好在今天呢 文太師呢 班師回朝 大家一看 哇 那是要去幫筆桿祭拜呢 還是要先接文太師呢 黃飛虎說 我們先去見文太師吧 筆桿的事晚點還是可以辦的 於是大家就去接這個文太師了 文太師一看 怎麼大家都扶著商服來接我 這什麼意思啊 黃飛虎告訴文太師說 太師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好在幫雅相筆桿呢 在辦上市 所以才穿著商服 文太師一聽 哈 筆桿死了 怎麼回事啊 於是黃飛虎呢 把今天早上的事呢 跟文太師講了一遍 另外 他跟文太師說 太師 這朝中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都有寫奏章給您 你難道都沒看嗎 文太師說 我都有看 但總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光怪陸敵的事 總不能憑片面之眼 就決定這件事吧 所以我想說 趕快將北海的亂事給平定之後 回來 當面來問問大王 黃飛虎說 唉 你進宮看了就知道了 於是呢 滿朝的文武呢 陪著文太師進宮 所以文太師走著走著一看 怎麼宮殿後面有個這麼大的高台啊 黃飛虎說 那就是露台啊 接著 文太師呢 走進宮中 一看 這個銅柱是什麼 黃飛虎說 就是跑弱啊 文太師聽完之後 知道黃飛虎所寫的都是對的 也都是真的 一氣之下呢 便命人擊鼓 去叫大王給我出來上朝 於是呢 旁邊人趕快去請這個咒王 咒王在後面急著救這個打擊 突然間聽到有人在擊鼓 非常沉急的說 哪個傢伙給我在這邊打鼓啊 旁邊人跟這個咒王說 大王 是文太師 文太師回來了 座王一聽 哎呦 太師回來了 座王收起他的怒涉 趕緊去上朝了 文太師一看到座王說 大王 這個時間不在朝上 在哪裡啊 座王說 是因為這個 我的愛妃他身體不舒服 我正在照顧他 接著文太師說 胡說八道 身為一個軍王 你不好好的處理正事 搞得這個朝中烏煙瘴氣 你有什麼話說 結果這個咒王說 不是這個樣子的 文太師說 我收了好多咒章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光怪陸禮的事 這東南諸侯都叛變了 江王后也死了 你倒是給個說法 那座王說 這東博江環處造反 還密謀刺殺我 這南博二重雨呢 也是重辦 所以都被我給處決了 最可惡的是他們兩個兒子 還起兵造反 所以我也派兵去鎮壓他們了 文太師一聽到這呢 生氣的睜開了三眼 對 是三眼 不是雙眼 因為文太師的額頭上也有一個眼睛 他生氣的看著咒王說 大王 你說東博侯南博侯造反 有證據嗎 這咒王一一啊啊的 答不上話來 文太師接著說 你是想要讓塵湯設計 在你手中給斷送掉嗎 這咒王不敢回話 於是文太師跟咒王說 今天就到這了 你先回去吧 三天之後 我會給你國政的改革建言 轉過身 文太師看著滿朝文武說 大家都先別離開 都到我家去 我想要好好了解一下 這十五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這樣 文太師找了滿朝文武去他家 了解這十五年發生的事情 三日之後 他給咒王上了十條的建議 第一 拆掉露臺 以安定民心 第二 廢掉袍弱 讓大臣敢對大王提出建言 第三 廢掉菜盆 讓後宮可以安寧 第四 去除九池漏林 以避免諸侯的傍義 傍義 傍義就是在後面批評大王的意思 第五 廢掉達基 另立王后 讓他不能再蠱惑大王 第六 殺必中猶魂 遠離小人 第七 開倉震灾 第八 派使者去安撫東伯侯 及南伯侯的兒子 第九 尋訪天下賢人之人 第十 廣納忠言 不再濫殺忠誠 作王看了這十條 洋洋灑灑的建言之後 他討教還家的公文太師說 呃 太師 這四條都很好啦 不過你說廢了達基 這個 我看他也沒有什麼壞事 這個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 還有逼中游魂 你說他們是小人 但也沒有證據嘛對不對 還有這個拆路台 才剛剛太好耶 花那麼多錢 拆了不是浪費嗎 就文太師呢 怒視了等等這個 咒王說 這露台建在這裡 人民會心安嗎 拆了露台 你的國家才會安定啊 至於達基呢 光他設置袍弱 設菜盆 光這兩件事就可以廢掉他了 這個人 留他在上面幹什麼 最後就是避重遊魂 你用我一個一個數數來跟你聽嗎 咒王說 太師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但是 好啦算我求你好不好 其他都行 就這三條 就這三條 讓我們討論一下好不好 文太師一看說 咒王說要求他 他呢 本來是要輔佐咒王的 假設讓咒王呢 當天來求大臣 這樣有失體面 而且呢 他怕商朝一開始 這大臣亂政的事情呢 又會重新上演 聽到這裡 文太師心頭就軟了 說 好 這三條 我給你幾天考慮 其他七條 你要馬上照辦 知道嗎 咒王說 好 好好 馬上照辦 聽到這裡 你們覺得很奇怪 哇 這文太師也太威風了吧 咒王那麼壞 可是 卻很聽他話耶 這是因為呢 文太師是咒王爸爸留下來的 顧命大臣 簡單來說 等於是咒王的養父了 面對自己的養父 還有一點親情吧 另外 滿朝的軍權 都在文太師手上 咒王要是真的太過分 文太師一造反 那第一個死的可能是咒王 所以呢 是咒王非常的怕他 本來呢 按照文太師這十條去做 商朝的天下或許有救 可是呢 人呢 要是好運的時候 會有人來幫忙 人要是倒霉的時候呢 什麼怪事都會來 這十條建議呢 還沒有開始執行 結果東海拼臨王了 卻造反了 文太師找黃飛虎來說 這東海拼臨王造反 是你去平定 還是我去平定 黃飛虎聽完說 都行 但文太師回頭一想 國家連連戰事 黃飛虎雖然能力很好 但是派他去 這仗可能會打很久 還是我自己去吧 快則半年 慢則一年 就能解決這個戰事 這樣子 國家才不願意連連的戰爭 而拖垮了財務狀況 於是 他決定 還是由自己領兵出征 隔天 文太師向咒王說明了 他需要親自去前往 討伐東海拼臨王 這咒王呢 表面上不說 但心裡呢 開心得不得了 他說 好啊好啊 由文太師出征呢 一定能馬到成功 於是呢 叫人端了一杯酒來 為文太師見行 文太師將這酒拿到手上呢 轉過身來 請黃飛虎過來 他告訴黃飛虎說 吳臣王 這個酒 你先喝一口 黃飛虎一看 不行啊 太師 沒這個道理啊 這酒是大王送你的 咒王說 沒事 太師叫你喝 你就喝吧 於是 黃飛虎呢 就先喝了一口 將這酒 還給了文太師 這文太師呢 接著跟咒王說 大王 今天呢 我去討伐東海拼臨王 國家大事 我就唯請這個鎮國武成王 黃飛虎代佬 有什麼事 你都要聽他的話 知道嗎 這酒王一想 哎呦 原來是這件事啊 他也不好拒絕啊 他說 好 我聽你的 接過來 文太師跟這個黃飛虎說 武成王 我知道你向來忠義 這個國政交給你之後呢 大王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 一定要指證他 千萬不要不說話清楚嘛 黃飛虎回答文太師說 是 我知道了 就這樣 文太師領兵出征 而這酒王呢 還真的做了好一陣子的乖寶寶 大家看呢 這酒王被文太師教訓之後呢 果然呢 變得跟正常人一樣 每天晴於朝鎮 幾個月後 到了隔年的開春 這酒王 真的是忍不住了 每天都沒有歌舞 又不能喝酒 當這個王 實在是很無聊耶 剛好趁著開春 周王呢 大宴群城 他想說 有這個慣例嗎 每年開春 大王就請大家吃飯喝酒 我終可以喝上酒了 太好了 於是呢 大家呢 一起到這宮殿呢 跟周王飲宴 那周王呢 一喝呢 喝到了三晶半夜 群城呢 各個都醉倒了 連這個達基呢 都不生酒力 喝得醉醺醺醺的 但達基萬萬沒有想到 由於他喝醉了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到了三晶的時候呢 他竟化身為酒尾狐狸 跑出來想要吃人了 這宮殿一看到說 哇妖精啊 大喊妖精啊妖精啊 結果這頭五成王呢 馬上出來說 別亂喊 有我在這邊 也一看呢 果然是一頭九尾狐狸精 由於大家進攻呢 並不能帶劍 這五成王心裡一想 糟糕 手上沒有兵器 於是呢 隨便摘了一個樹枝呢 來打這九尾狐狸精 這九尾狐狸精哪那麼容易啊 他往這五成王鋪了過來 五成王差點受傷 心裡一想 哇 這個狐狸精厲害 該怎麼辦呢 啊 對啦 我有帶這驚眼神音出來 這老鷹呢 是狐狸的克星 於是呢 叫人趕快放出這驚眼神音 老鷹一出呢 這九尾狐狸精看了之後呢 嚇了大逃 這老鷹飛過去呢 把這狐狸精抓傷了 而這狐狸精呢 看看無處可逃呢 就跳到旁邊的湖泊下面的一個大石頭 躲了進去 在旁的大城都看到這畫面 於是做王說 趕快 來了啦 把這石頭挖開 把這狐狸精給找出來 石頭挖開之後呢 倒是沒看到狐狸精 不過看著下面呢 哇 幾百具的屍骨 這時候做王嚇壞了 之前人家說 超哥裡面有妖怪 今天我還真的看到妖怪了 還死了這麼多人 大家一看這個局面呢 全部都嚇醒了 坐王說 好了好了 今天喝酒喝到這吧 大家先回去了 回到宮中呢 坐王看到達基 一看 欸 艾飛 你臉怎麼受傷了 達基說 可能剛剛喝得醉醺醺 回來的時候經過花園 不小心被這樹枝刮傷了吧 就坐王跟著達基說 艾飛啊 以後那花園不要去了 達基說為什麼 坐王說啊 剛剛有妖精啊 哎呦吃了好多人 以後別去那邊 太危險了 這坐王哪裏知道 達基就是這九尾狐狸精啊 他還告訴達基說 要小心狐狸精 這不好笑 而達基呢 達基則是心恨這個黃飛虎 好你一個黃飛虎啊 我沒去惹你 你卻派你的老鷹傷我 你不知道 我就是靠這張臉混飯吃的嗎 此仇不報 憤恨難消啊 每隔幾日 黃飛虎的老婆賈士進宮 賈士為什麼要進宮呢 這是因為他按照慣例 每年開春呢 他就會進宮找黃飛虎的妹妹 也就是黃貴妃敘敘舊 這工人呢 向著達基通報說 有賈士要進宮 這賈士是誰啊 在旁的宮女告訴達基說 這賈士呢 就是黃飛虎的老婆 這達基聽了哈哈大笑說 老天爺對我太好了吧 沒想到報仇的機會這麼快就到了 正當這個達基滿肚子壞水 想要陷害五成王以及他老婆 商朝的另外一個危機 卻悄悄的到來了 是什麼樣的危機呢 原來是周文王呢 聽到這個奏王呢 造露台虐殺人民 並且殺死筆竿 於是 在江子牙的建議下 決定出兵討伐 北伯猴 崇猴虎 這個詛咒為虐的人 這商朝的國運 將會如何的發展呢 魂王討伐崇伯虎 會順利嗎 這故事後續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要下次才能告訴各位囉 謝謝你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